哈喽大家好,在今天这部视频当中我们就继续上古卷轴物隐藏流程的第13期 在这一期当中我们就来到天际省南部这里一座特殊的诺德古墓霍迪尔十种这里探索一番 因为这里不仅有一段与之相关的支线,而且还有一个独立的小故事 一位特殊的boss敌人,一件特殊的神器,以及最后丰富的经验奖励 当然还有与上一部视频《冰池地雪》非常相似的一条特殊的人物联系等一些非常有趣的内容 那好了,废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这段流程 首先我们当然是可以在直接探索到这里之后,直接进入这座墓葬的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完整体验这段支线的剧情 UP还是推荐大家先去独孤城完成世人学院的入学申请任务 具体就是我们要先去完成新火相传,这个相当于是高考的任务 那这样在我们正式入学之后,为了能成为一名三好学生 显然我们是不能等着教授来找我们谈话的 而是要主动和教授套近虎,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那这样我们就去找学院的历史教授,几落热马内聊一聊 这位口才大师教授的第一句话就说得很漂亮 虽然他其实就是有事情需要我们Dragon Ball来帮忙 但教授找学生帮忙可能会不好意思直接开口 所以上来这句话,这位教授应该就是为了勾起我们的兴趣 然后让我们作为学生的首先开始发问 那到这里我们就拿到了一份课外作业 去找荣恩的战鼓 那接下来作为一名好学生 在老师面前我们也要善于发问 了解一下荣恩战鼓究竟有什么历史背景 这样在我们了解了相关情况之后 就可以顺着提示快速来到霍迪尔石种这里 接下来在我们进入这座墓葬之后就可以听见前面是有一种神秘的声音 我们继续往前走就可以看到前面的石堆上是有一个神奇的蓝色光柱 而在这里的石堆旁则是有三位NPC的尸体 那显然他们都是有没有幸的 那这也就说明这其中应该有特殊的故事 那接着我们在这里旁边的一个座台上就可以找到其中的阿格留斯这位NPC的日记 以及霍迪尔地靴的钥匙 那为了弄清楚这个奇怪的场景 我们在这里就需要做一道阅读理解题 也就是读一遍这本日记 第一篇 之前真没想到我们能从刀尖帮逃出去 至少这场风暴能掩盖我们的足迹 我和维德格罗德还有拉恩就在这个洞穴当中将就住了一晚 这里看起来像是一座墓穴遗迹 但至少是没有试鬼的 第二篇 维德格罗德和拉恩两个人都想在这里散住一段时间 并提议我们或许可以在附近打打结 但他们应该知道这条路上没有什么人 特别是每年这个时候 而在北方则是有更多更好的地方 但他们坚持要留在这里 甚至都不愿意出去帮我打猎 第三篇 有些不对劲 拉恩在尽早醒来后一言不发 眼神空洞 维德格罗德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们病了 但这种病情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想一走了之 但总感觉没有足够的勇气 有什么东西在阻止我 这是什么鬼地方 第四篇 这里并不只有我们 我现在可以听见他的声音了 有人在我的脑海里低语 古老强大的霍迪尔 就是他 他想利用我们 需要我们待在这里让他的魔法生效 我想逃走 但和他们两人一样 无法动身 第五篇 拉恩首先跳到了十种伤 这就是主人想要的 鲜血 献祭 重生的力量 我能感受到他的魔法 就在我的血脉当中翻腾 他在吸收我们的力量 我们将用身体 灵魂 侍奉我们的主人 我和他们一样等待着 现在轮到我了 读完这本日记 我们现在也就明白了 原来这三位已经死去的NPC 之前在这里 应该是被木主人霍迪尔 使用强大的魔法 成功洗脑 然后让这三位 在最后心甘情愿的 把他们自己献祭了 而至于这位 已经死去的霍迪尔 究竟有什么能力 可以让活人 听送他的指示 甚至献出生命 接下来我们就拿上钥匙 继续探索这座古墓 打开这扇门之后 我们就可以顺着 这里的悬梯上来 到这里的上层 前面的路是走不通的 而我们前行走到这边的时候 则会触发这里的幽灵守卫 这些敌人的话 也很好解决 接着我们打开这扇门 则会赛斯遭遇两位幽灵 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 恰巧利用这个尖刺板陷阱 杀掉这个幽灵 接着我们顺着这边的小道 来到这个通道 前面的这个会惊动 敌人的机关 我们一般是很难躲开的 不过这也没关系 前面的一些敌人 也没有什么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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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需要注意的是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要惊动一些尸鬼敌人了 在这里的座台上我们可以捡到一本召唤僵尸的法术书 前面这里的两个尸鬼我们就趁他们还没有起来直接干掉 在这个座椅的后面我们就可以打开前面的一扇铁门 接着我们顺着走 继续来到这间墓室 在这里的左手边可以看到里面是有一个宝箱 但目前我们是过不去的 而在右边这里的墓室 同样还会有一些敌人 简单解决完这些敌人之后 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有一个机关门 是需要我们做一个解密才能够打开 具体就是我们按照墙面的图标 转动这些石柱 就能轻松破解 打开这扇门之后 到这里我们需要继续清理左手边这间墓室当中的敌人 全这些灵性的灵性变成了 那接着再到这里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就有一个宝箱 但也要注意这里地面上是有一个撞锤陷阱 而这个宝箱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在前面的墓室当中看到的那个宝箱 但还需要注意的是 必须在这里也是恶意满满 因为这个宝箱上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陷阱 那搜光完之后我们回头走到这边 就将来到最终的boss关 也就是一开始我们看到的那个蓝色光柱通往的上层 在玩法方面如果我们是在游戏前期来到这里的话 在这里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先使用F5快速乘一个档 另外就是由于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霍蒂尔也是一位非常强力的法师敌人 那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先装上一些魔抗装备或者是药水 接着只要我们进入这间墓室 我们后面的铁门就会自动关上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无法逃走的 同时这时候霍蒂尔的灵魂也会从蓝色光柱当中出来 在一开始的时候阿博之所以说霍蒂尔是一位非常特殊的boss 一方面是因为这位boss是圆满游戏当中 唯一一位可以使用寒冰火焰以及闪电这三种魂灭系魔法的尸柜敌人 那另一方面则是在我们消耗掉他的三分之一血量的时候 霍蒂尔就会召唤出他的三个分身 但是和我们上期视频当中看到的幽魂之母不同的是 在他的分身出来之后霍蒂尔的本体就会消失 所以在这里我们是必须要杀掉这三位分别使用 闻眼系、寒冰系以及闪电系的霍蒂尔的分身的 临死在这里我们最好要有一定的魔法抗清 临死的魔法抗清 在我们击杀掉这三个分身之后 霍迪尔的本体就会再次出来 当然霍迪尔这位boss仅仅是在游戏的中前期可能会有些困难 而到了后期因为它的等级在原版游戏当中一般也不会叠加到很高 所以这位boss也不是特别困难 这样在我们击杀了霍迪尔之后就可以在他身上搜到一件特殊的霍迪尔法 这件法杖特殊的地方显然就是它可以释放瓶颈术和灵魂陷阱这两种法术 虽然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硬 但这两种效果应该是boss为了对应 一开始那三位NPC可能就是被霍迪尔使用这件法杖蛊惑 然后又通过其他的某种法术最终让他们自愿献祭出了灵魂 那这件法杖另外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熟悉的魔神器瓦巴杰克一样 是游戏当中独有的两件有伤害值的法杖 但是我们知道在原版游戏当中法杖并不能用来进战 那所以这个数值其实也是一个摆设 那接着我们在这里的大宝箱里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任务物品 荣恩的战鼓 另外到这时候中间的这个暗门也已经能够打开 那我们通过这里就可以直接调到这段流程开始的地方 这样在我们出局之后回到诗人学院就可以找我们的历史教授 就交家庭作业了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位曾经在军队当中服过艺的历史教授 给我们的奖励也是很丰厚 就是让我们的各项战士技能的经验值都得到了一次免费的提升 当然在诗人学院当中还有另外一个有类似经验值奖励的任务 那具体up在这里就不再演示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也欢迎来读故城报考游戏诗人学院 在最后这段流程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也就是和上一部视频当中的白河帮类似 必须在这里也隐藏了一段特殊的人物联系 就是我们在阿格利欧斯日记当中看到的他们之前所塞的刀尖帮 其实也是天际城的一个盗匪团伙 他们的窝点其实就是不远处的刀尖山脊这个防守非常严密的据点 而之所以他们三位之前要叛逃其实也能够找到原因 但是这其中具体的背景则需要我们联系游戏当中 波耶西亚这个魔神器任务 也就是事实上刀尖帮的首领信仰的就是魔神波耶西亚 而这位魔神我们知道在背景当中就是象征着背叛欺诈与阴谋 那这点相信做过波耶西亚魔神器这个任务的小伙伴 应该都会有印象 因为在这个任务过程当中是需要我们献祭我们的一位随从 那详细的过程up在这里就不再剧透了 当然在我们开启波耶西亚这个魔神器任务的最后一段之前 在这里必是出于游戏机制的考虑 并不会完全开放这个据点 也就是这里的一个内部入口会被挡住 但即使这样 有许大概率还是会在这里设置一个恒卫人作为强盗首领 原因就是在设定当中 这里其实就是天界省与恒卫人的故乡 落垂省的遮戒处 因此总体来看 皮射在这里也是做的非常细致的 另外还是在阿格六四的日记当中 如果我们再去看后面描述的他们被霍迪尔蛊惑的过程 这方面不知道之前看过《鬼吹灯惊绝古城》这本小说的小伙伴 会不会感觉有点熟悉 也就是阿格六四和他的两位同伴 好像就是被小说当中的诗像魔虞感染了 因此阿普在这里也大胆推测 这里可能就是《牢鬼舞》当中一个与鬼吹灯相关的彩蛋 具体关于这点阿普之前也考据了一下 《鬼吹灯惊绝古城》最早是写于2006年 而《上古捐绝古》最早是在2011年发售 因此这一点在时间上确实是有可能的 但据报道《鬼吹灯》正式的艳文版是在2017年才在北美推出 所以我们也不排除这段小剧情是老鬼舞的编剧自己原创的 最后不管怎样 游戏当中这段与诗人学院和霍迪尔十种相关的支线小任务 也是一段非常独特还有细致的游戏流程 那好了今天这部有关《上古捐绝舞》隐藏流程的视频 也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喜欢这类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订阅或者是点赞支持 那同时这里也特别明切 金鱼三寒 海军战路队 王小鞋针的皮 康克拉天堂 L2NC Core's Dream 神龙不张眼 勇士申选拔奖鸡 水顿水楼桐之术 四瓶大壮 七零谢小生 八分山辣酱 爱吃不如多吃点 旧食之间白衬衫 乌生生圣吉许 孔尼口酱 红霜 有天我洗澡 小雨 九珠青宁 残阳哀伤 改名的机会越来越少 五星JK I口8024 刘梅 上学诱读 打哈打痘痘 抓莫特桑蛋森 快拳小熊 狗尼口酱 手还不识行 腾春龙王 我永远喜欢索菲亚小姐姐 帕克掌 春莹飞飞止烟舞 友好YX Strange Fake 携手运 有雨就会白嫖 大王吃辣面 默想NT的新同志 那家海边有那家 井仓 富费的橘子 不知道哪个用户 Try Ride 勇士申选收高者 甘者 打东边来了个金龙鱼 想上线的围仔 云死逆 无力杀猪刀 CDRH 南方亚好传 Try Ride 文轩2077 AQDR甘云 年少晚期 森布火花 魏士老贼 康复若天堂 FPX战马 富盘侠 Try Ride 这些小伙伴在本月 对UP的充电支持 那最后还是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